高僧泰虚大師說:「人誠即佛誠,是名真現實。」 意思是,學佛應該先從學做人開始, 將人做好,離佛道不遠。 那怎樣才算是將人做好呢? 做人應該具有四種條件。 第一,隨起結緣。 人不能離開社會獨立生存, 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,要靠著緣來維持。 因此人必須懂得結緣。 結緣的方法很多,例如以財物結緣, 用勞力結緣,用智慧結緣,用文字結緣, 用音聲結緣。 結緣最重要的是要有歡喜心。 有些人,在大家歡喜同樂的時候, 總是坐在一旁冷眼旁觀,不起不笑。 這些人,連些少微笑歡樂都不肯報師, 那更旺論樂於助人。 所以身為社會一份子, 不僅是應該隨眾隨喜, 也必須廣結善緣, 與大家攜手共創一個和平安樂的社會。 第二是慈悲應勢。 人皆有七隱之心。 例如當你見到老人, 在路旁跌倒的時候, 第一件事, 便想到如何幫助他, 而是不會考慮他是不是自己的親友。 這種七隱之心, 就是慈悲的表現。 慈能與樂, 悲能拔苦。 即是說, 慈心的人, 能夠給予別人快樂。 悲心的人, 能夠拔除別人的痛苦。 如果人人都能夠有慈悲心, 那麼這個世界, 將會更為長和快樂。 第三是知過能改。 人是萬物之靈, 因為人知道反省改過。 我們還是凡夫, 還未達到佛陀自覺覺他, 覺幸圓滿的境界。 所以, 在日常生活中, 必定會有缺點和過失。 當我們聽到別人的指證的時候, 應該歡喜接受。 但有些人, 不僅不會接受, 反而推諱失責, 遷路別人。 這些人不求上進, 必會遭受煩惱的困擾。 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 唯有文過則起, 改往修來的人, 才會有進步。 第四是與人為善。 人類的文明進步, 是依靠無數人的智慧和努力, 共同開創而成。 但現今社會上, 有些人不珍惜集體創造的力量。 見到別人做好事, 不單止不給予幫助, 反而會譏諷、毀謗。 其實對於別人的善事, 我們是應該讚嘆隨喜, 與人為善。 為造福社會, 而加強彼此的合作。 各位, 學佛必須從做人開始。 做一個好人, 最基本是要, 隨喜結緣, 慈悲應世, 知過能改, 與人為善。 如果大家能夠於日常生活中, 一一實踐這四項美德, 那麼家庭一定會更加和諧, 社會必然會更加安樂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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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